沿岸国家威胁南海旁行自由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监林肯就南海仲裁案 所谓裁决出台五周年发表声明 美方声明 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违反和歪曲国际法 违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 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蓄意挑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 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方对美方错误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则 仲裁庭越权审理 枉法裁判 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 存在严重谬误 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 所作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是废纸一章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 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丝毫不受该裁决影响 中国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或行动 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 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美方作为闹剧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守 企图以此抹黑打压中国 此次美方借非法裁决出台五周年 再次炒作南海问题 其政治图谋昭然若揭 中方一贯坚持通过友好谈判 协商解决处理南海问题 始终平等对待南海周边国家 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面 保持着最大克制 与此相反 美国 动辄派大规模先进舰机到南海 搞军事侦察演习 非法闯入中国领海领空 即岛礁 临近海空域 今年以来 美方对华海空抵近侦察 近两千次 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海上军援 超过二十次 美方还滥用带有冷战色彩的 双边军事协议 对中方威胁使用武力 暴露出赤裸裸的强权逻辑和霸权行径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 共同努力下 一段时间以来 南海一直保持着畅通安全 没有听说 有任何船只 在南海航行受阻 安全受到威胁 美方所谓南海航行自由 受到威胁的说法 根本站不住脚 第六 南海是地区国家 共同的家园 不应成为美国谋求地缘 政治撕裂的狩猎场 美国等域外国家 应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中方敦促美国 停止滥用国际法 停止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 停止在南海挑衅滋事 遵守以联合国宪章 为核心的国际法 尊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权益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中方将继续 坚定依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安全 坚定维护与地区国家的 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你提到的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请你向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询问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真正关心台湾同胞福祉 希望台湾同胞早日用上 急需的疫苗 人权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 更不能只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定义 衡量一国人权事业的标准 关键在于本国人民是否满意 是否高兴 看看那些西方国家内部的 严重种族人权等问题和犯下的历史罪行 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和底气 动辄对他国以止气使污蔑指责 他们真正应该做的 是摒弃虚伪双标和政治操弄 首先解决好自身严重的人权问题 直至今天 澳大利亚原住民生存近况 依然堪忧 2018年以来 澳大利亚全国原住民失业率 在20%左右 是全澳平均失业率的近四倍 原住民平均寿命 比非原住民 第7.8至8.6岁 婴幼儿死亡率 是其他族群的两倍 截至2020年3月 澳大利亚全国监狱中 被积压的原住民 占全部在押人员数量将近30% 远高于原住民人口比例 澳方对自身严重的人权问题 置若网闻 却基于谎言谣言 动辄对他国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这充分暴露了 澳大利亚 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 澳方应该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 攻击抹黑他国 多反攻自行 解决好自身的人权问题